海南哪里最适合过冬 在北海买房后悔的白大哥呀 现在已经来到了海南 先去的三亚 现在呢又到了海南的东方市 东方市呢是位于海南的西海岸 他说这个地方特别多东北人 后来他观察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东北人呢 他跟我说了几个方面的事 大家听 第一啊 这个东方市的气候好 他的气温呢要比三亚呢低那么两仓三度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三亚那种热 其实太热也不舒服 虽然是东北人想热 但是天天这样热也不舒服 一天洗好一次澡 他说作为他们来讲不习惯 而东方这地方呢正好 同时啊 东方这个地方呢属于什么呢 半干旱气候 所以说它是海南的这个地方最干燥的地区 大家都知道 风湿古宾的人 还有一些西北东北的人 北方人不喜欢潮湿 那么这个地方正好是这么个好环境 这么个好气候 紧张这一点 他就说比那些广西的北海啊 防城港啊要好 因为这地方太潮湿了 很多东北人呢 就从那边转战过来的 我也认识一个捷径市的一个朋友 他在北海待过 在防城港待过 最后还是转发到这个东方 是不是 有租房的啊 也有租房车的都有 还有点呢 第二个呢 那就是它物价便宜 物价呢 是在海南省啊 是最低的 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百香果呀 只要五块钱一斤 那大青枣 十块钱四斤 大摩罗 十块钱三个 你说便宜不便宜 那鲍鱼啊 两三块钱一斤 那好大的西洋 才二十块钱一斤 就是你看在这里生活 成本就低了 你看同样的价格 能够我吃的更好的东西 如果你还想吃更好的东西 花钱还不多 这个是三亚也好 北海也好 而其他地方也好 都比不了的 可能云南能比 但是在这些地方 东南洋海地区比不了的 东方啊 第三呢 他就是房价还比较低 他的房价售价低 租价也低 如果你在这里不开房车 你租个房子 租个半年 才九千块钱 一居士 两居士也不过 一万五 就是买房子 还不到一万块钱 你在这个地方 买个房子过冬 那也不错 他呢现在住房车 他说过春节期间 把家人接回来的时候 他准备租个房子 价格都打听好了 要比北海还便宜 下面这点呢 对东北人特别有影响力 那就是海拔低 怎么呢 在沿海 他这个东方港 是个海滨城市 他海拔非常低 因为他东北西北 那边还有北方 很多地方港 海拔挺高的 海拔一低呢 很多脉性病啊 吸到血管的人呢 就好了 因此呢 他们就到这里呢 感觉到身心就舒服了 不像在家里的时候 什么老万知的 风势关节炎的 在这里呢 好像没了 是不是 不用吃药 就好了 所以说这点呢 那个海滨城市 海拔低 他们特别喜欢 再加上他们 是个内陆的地方 所以见不到海 对大海的渴望 非常明显 在这个 东方 天天在海滨城市 海边散步 就是有夜林 有夕阳 你看多好 大家都不想走了 好舒服啊 他说最后啊 他最关键的 作为他们一个老年人 退休的 或者养老的 配套非常关键 必须有三家医院 大型的超市 是不是 这些非常关键 如果没有这些 将来有个什么 头痛脑热 万一有个大病 就很麻烦了 没有三家医院就不行 所以说东方这一点呢 要比这个广西的地方 要强 最关键的 这个地方还有 就是说 分配好 东北人都 去了以后啊 你知道是到了海南 不知道以为回了东北 为什么 满大街都是东北人 做生意的是东北人 跟你聊天的 邻居 周边的那个逛街的 都是东北口音 很亲戚 交流起来也很轻松 就是饮食 你想吃点家乡的东西 满大街都是 他有时候不想做饭了 到外面 吃点东北的那个特色 是吧 什么锅包肉啊 饺子啊 随数可去 价位还不便宜 还便宜 都是东北老乡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地方养老 他说找对了 他说以后啊 可能定期就过了 北海的房子呢 让我进行卖 反正呢 他在东方呢 准备扎根 实在不行 那边的房子卖了 到这边来买 那早知道这个地方 我到这儿来买房子 多好 何必要北海的那种地方呢 后来 这个事情呢 我也佐证了一下 我也问了好几个朋友 他们也认为 东方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 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是认为 东方的地方怎么样 欢迎大家讨论 留言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转发